加油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完全娛樂的頻道 記得收看我們頻道的同時 要訂閱喔 小鈴當然要開起來 如果沒有訂閱的話 你就換一換 原創影集做工的人 劇情即將邁入最後高橋 適應在劇中 渾然天成的演技 讓有35年拍戲老經驗的 尤安順都讚不絕口 我每次挑戰角色 都有35年的功力 最難的應該是比較是你 對 而且你這次 是讓我非常的驚豔 真的是看見你不一樣的你 真的讓我嚇死我了 我在家裡曾經尿褲子好幾次 不是 我家小朋友 因為看你的演出之後 嚇了尿褲子好幾次 剛剛順哥有時候 還有35年的紀念 那是零第一次 你就知道我有多害怕他們啊 他們 他們 可是我們35年的經驗 每次扮演角色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次緊張的程度 都不一樣 像這次這個戲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盡量去完成 我看到你更不容易的是 你也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去 而且可以做得這麼的流暢 因為我們這次 我們這裡說台語 有差不多八五一倍 所以我們 而且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導演的渴望是因為 希望整個戲的調性是 節奏是比較快一點的 所以我們講台語的速度 都放得很快 所以那個士林讓我 覺得非常驚訝 哇 可以想要這麼流利 然後還可以這樣 然後嘴裡還可以含一顆檳榔 你看 你們努力 我們都看到了 真的 你不要 真是 真是 我跟我說完 你看就贏了 我認為他的努力 是我們在合作上來講是 我覺得非常不容易 因為他真的很年輕 又很優秀 然後尤其在合作上來講 真的是拍得非常的順暢 對 真的 給你擺下來 不要 都這樣 我開了 士林的努力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而且他不只對劇本用心 連在劇中學要吃檳榔 他也都在開拍前做足了準備 開拍前就已經開始先吃了 因為要習慣嘴巴裡有東西 然後還有一直講話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想說 那我也要提前開始 去習慣跟準備這樣 不要吃得很刻意 如果讓他成為 打亂節奏的東西的話 我就覺得這樣就會很出事了 所以你在現場 無時無刻都進入角色 不知道他坐起來 會不會翹起二郎腿 就好像他太怪 或者是開那個機器 這樣就把他翹起來 還可以用手可以彈彈一下 你怕你不要一直把他嗨 我怕你 我怕你鵝肉 我怕你 下去之後有沒有要 借一下那種廚藏 所以他應該會有舉辦 有耶 對 就是因為可能 短時間內這麼大的量比較密集 然後結束之後 就是經過檳榔攤了之後 自己會覺得行命尿尿 所以有人想說 已經一個兩個月沒吃要不要吃 然後就突然就醒過來 你怎麼會有這種念頭 我就是說 士林是就是在戲上來講 他是有吃檳榔 可是在戲之後 他真的是牙齒的時候 他就很乾淨 都沒有看過你的檳榔炸 對 嘿啦 嘿啦 士林還是要保有偶像的外表 把牙齒刷得北下下才行 而做工的人 劇情將會如何發展 大家一定要繼續鎖定下去 完全娛樂 張孟傑 賴玉婷採訪報導